夭壽商要復健 我就去一個針灸醫院 然後那一家就是專門看針灸那一間 就是門診人超級多的 就是每次一定都要提早 大概一兩個禮拜就要預約了 我曾經就是在那邊 快的話一個半小時可以到我 慢的話要三小時才會到我 的那一種 對 就是必須每一個 每一個人都要乖乖的在外面等這樣 那我曾經就是有遇過有個病人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那邊等 他好像就是快要到他的號碼的時候 他好像就是去講電話還是什麼的 然後到他回來的時候 他的號碼已經過號了 對 但是過號你就是 當然就是上面就有很明確的指示 告訴你說過號 可能要再等十個人之後 才能替補上來 但是他就說他已經在那邊 等了兩個小時了 他超大聲的 就是我那時候有點嚇到 我想說應該病人都很乖 在醫院那麼安靜的地方 他就很大聲的跟那個護理人員說 他剛剛只是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剛好過一號而已 他就說他可以馬上幫他安排床位 因為他等一下還有事情 然後那時候全部人就超尷尬 因為他聲音又很大聲 是一個阿貝這樣 對 然後後來護理人員就直接跟他說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現場 因為人很多 然後大家也都是按照那個指示 去排床位跟等 對 然後過號就是過號了這樣 然後他就直接 不看了 他就直接走了 對 他就那樣就直接很生氣 對 他就直接離開那個現場了 對 所以我就想說 真的是好像被我遇到這種病人這樣 最後一個 我就是做不到病患的理由 一堆狂抱怨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隱私不順吧 所以便祕的情況都很嚴重 那我遇到的這一位男生 他大概20歲 他20歲就有很嚴重的痔瘡 可是他又一直跟我講說 校醫師沒關係 你跟我說 我要怎麼做才可以改善這樣子的狀況 好 問了一下他的生活習慣 他會坐在馬桶上 花至少一個小時 蔬菜水果都不吃 水分喝的也不夠 就是整天就是在家裡耍費這樣子 那當然救疫情很好 可是他這樣子的情形 他的這個身體狀況 就出了一點問題 我就說好 那我們從頭來 那你第一 手機的時候 上廁所的時候 手機不要帶進去 然後不要坐在馬桶上這麼久 那第二 多喝水 多攝取蔬菜水果 他說好 沒問題 校醫師我一定做得到 然後他就回去 我說那我們約下個禮拜再過來 他就說好 沒問題 結果下個禮拜一過來 他進門就這樣子 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麻 說像是你騙我 我說我騙你什麼了 他說你說的都沒有用 所以我症狀還是很嚴重 我大便還是胃痛 我大便還是有流血 我就說那你到底怎麼做呢 你是質疑我嗎 我說不是 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好啊 一屁股坐下來就說 你不是說不要帶手機嗎 我說對啊 我不是叫你說 不要帶手機進去嗎 他說 所以我帶平板啊 我就 所以你帶平板 那你坐在馬桶上多久 他說 你說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我坐了四十到五十分鐘 我多吃蔬菜水果 多喝水的部分呢 他就說 我不吃綠色蔬菜 所以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水果太甜我也不喜歡 水 我有稍微多喝一點點 那你上次怎麼不跟我說 你不吃綠色蔬菜 我可以告訴你 哪些腥微比較多的蔬菜 像是筍子 番茄啊 這些都不是綠色的啊 你吃吧 他說我吃啊 可是你怎麼不告訴我 我就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了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吃 這些東西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換個方式 所以就是 這些病人 有時候也是滿有趣的 就是還反到頭來怪我們說 沒有跟你講清楚 那好 那我下次要說 書 報 手機跟平板 可能都不能帶進去 你要給他一個明確的時間 你要五分鐘內接 對 以後只能上五分鐘 不然有沒有上完都要出來 對 每次跟平板不一樣 對 誇張 我們知道這個新冠防疫期間 戴口罩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確實有少部分的人 他是 不太能夠忍受 常時的戴口罩 所以就想先把我去拿下來 可是我們知道住院當中 我們也不能禁止人家 吃東西 喝水 每次去看他的時候 每次都不戴 你剛才要講他 他就把旁邊的礦泉水 拿出來了 他就... 你讓他... 你知道他會等他 他就看他你 等一下 又喝一口 好吧 那就走 他喝水也走 走完之後 你看他還是沒有帶 再靠近的時候 再把他拿出來 喝一口 滿聰明的 他基本上就是 只要有人走到前面去 就喝水 他就拿一口慢慢地喝一小口 他總是有耐心 讓你先離開就對了 這個其實本來是一種善意 就防疫的時候 大家總是要顧及一些人性 或是一些人的基本生理需求 可是鑽這種漏洞就不好 這位25歲的小女生 她... 媽媽陪得來 看她的病是 多男性卵巢 多男性卵巢的 裡面有相當大的族群是肥胖的 那她體重是98公斤 那媽媽說怎麼講我講不聽 那她就說我有沒有吃很多 她說你沒吃很多 你光是這個炸雞 這個可樂 奶茶什麼都不會停 你飯吃不多我知道 那請教東西吃很多 垃圾吃很多 那重點是她媽媽一直這樣要減重 一直這樣講不聽 後來我跟她說不然這樣 因為你如果不減重 光是這邊吃藥 控制你這些症狀 比方說痘痘太多了 月經不來的問題 我說這樣還不夠 一定要減重下來 不然你喝了門很難正常 結果她就說她很困難 我說你這樣參加減重班 過了幾個月來 我跟她說有沒有參加 她說那個很麻煩 那個要經常得到醫院 這個很麻煩 而且現在又有疫情 這段時間 因為這已經從去年開始發生的事情了 後來到最近 再來我就跟她說 那你這個一半年下來 你現在看起來怎麼好像又 又永種了一點 她說一百 她媽媽說講大聲一點 一百零五 就說你半年來又已經 又已經多了七公斤了 你還怎麼講不出來 後來我就跟她說 要不然那個 要不然就是說你去參加那個 好 現在網路 網路上面有那個營養師的平台 專門教你如何減重 因為畢竟減重 運動大概佔三成 食物控制大概佔七成 你的營養控制一定要正確 營養師教你 他們很專業 會讓你真的一路減重下來 結果過了幾個月下來 發現還是沒 她說 那個一個月要花兩千多塊 她媽說 我就跟你講 她一個月光吃這一東西零嘴 肯定不只兩千多塊 然後我跟她說 我問你 你現在體重一直增加 你一直換衣服 那個衣服恐怕兩萬塊都不只 一萬三千 她就無奈地低頭說 所以說找這麼多理由 然後都不會想說這樣子 後來我跟她講一句話 我說 你再這樣下去 你正在 我說為什麼 我說這個多腦性卵巢的病人 肥胖的病人 本來就是 很多都是子宮內膜癌的後遣人 很多都三幾歲 就已經子宮內膜癌了 甚至割掉子宮了 那你也不能生育 還有心臟病 糖尿病 高血壓 都會跟你息息相關 她媽說你看 再下去吧 再下去 我說我不希望下次來 你告訴我 已經110幾公斤了 這個東西真的是 不下定決心 真的是會拖下去 很麻煩 我剛剛籌備我的新的寫真書 對 然後雖然現在已經拍完了 但是因為前陣子 我本來要預計的拍攝日期 是五月份 然後剛好就是遇到疫情的關係 我就延後了一個月拍 那在家裡面真的 就只剩下吃的功能而已 所以在家裡就一直吃 因為我最重視 就是我早餐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早餐的話 都會吃 兩個蛋餅 然後還會再吃 雞塊 而且雞塊也要兩份 然後還有那個 像漢堡啊 或者是奶茶 我飲料 對 我飲料都會點兩杯 我們沒有出去 完全在家就是穿睡衣 然後穿什麼很寬鬆的衣服 但是有一次 因為要拍一個業配的時候 我穿上牛仔褲 我發現我牛仔褲扣不起來 因為在家也不會無聊去量體重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了一個東西 就是我的 一百卡早餐 就是這個 我的一百卡早餐 然後這個 我當初會發現 它是因為它的包裝 超級可愛的 對 然後它是讓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體態 其實就是從早餐就要開始了 我發現我其實如果早餐 改變一下我的飲食方式 不要再喝早餐店的奶茶 我就會改喝這個 然後我就發現 真的差很多 它是韓國很紅 可以體態調控的 低卡奶昔 然後這個奶昔裡面 因為有 分離乳氫跟蛋白質 然後還有 BCAA的激連分基酸 所以它就是可以讓我 就是很快速的補充能量 因為它裡面有 80種的高鮮蔬果酵素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除了飽足感增加了 然後每天的 鵪鵝也會更順暢 早餐我就喝這個 我自己也會在 可能在居家運動完之後 也會喝它 補充 對 會喝它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蛋白質 而且它的熱量 女生最注重的 它的熱量 竟然不到一百大卡 然後像這個 是他們最新推出的口味 是芒果鳳梨 就剛好 很適合夏天對不對 芒果鳳梨 然後它這裡面就是 就一包它就是長這樣 就很可愛 它可以外帶 對 它可以外帶 隨身吸道 而且它這個芒果鳳梨 它裡面就是有 80種高鮮蔬果酵素之外 它還有 對 跟MCT 跟79種的維生素礦物質 所以其實它有蠻多的 營養成分在裡面的這樣 然後它的喝法也很簡單 它就是你可以準備一個 這種Shark杯 然後就是把它倒進去之後 加入常溫水 然後只要咬8秒鐘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稍微咬一下 然後8秒鐘之後 它就是會變成代替 早餐點奶茶的一杯 營養又健康的奶昔了 而且它的口味其實很多 然後像我自己 因為喜歡喝奶茶嘛 所以我就會買他們的這個 黑絲絨奶茶 然後還有像這個 巧克力薄荷 然後還有像這個 這個是草莓蔓越莓 對 就是它的口味 選擇真的很多 然後它這個包裝又很可愛 就外出什麼的 就是其實心情 每天都會變得很好這樣 對 而且它沒有任何的藥物 跟色素成分 讓我喝起來都超安心的 因為其實像現在 就是在控制體重這個階段 其實就是糖這件事情 是大家最難控制的 就像有像我在門診的病人 就是曾經說 要叫他調整體重 那叫他不要喝寒糖飲料 他說好 結果後來他發現 體重沒有降 怎麼又上升 然後我一問之下 他沒有喝寒糖飲料 但是他喝什麼 他喝那個便利商店裡面的 百分之百果汁 那也不行 它糖分含量真的很大 真的假的 對 然後又要喝那個 乳酸飲料 那都是我平常會喝的 什麼都不行 其實你發現 像你每天 你只要喝這兩罐 其實它大罐 已經是它會一天 可能將近你的 五倍的一個含糖量的部分 所以其實糖這件事情 它是會讓人上癮的 你叫他不要做這件事 但是他無形當中 你還是一樣會去找 比較多的糖 來滿足身體 因為當我們舌頭 就是接觸到糖分的時候 它就會啟動我們那個大腦 那個獎勵機制 那你下一次 還要再啟動這種滿足感 愉悅感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更多的糖分 所以剛像林差剛有講說 這個喝起來很像 就是取代奶茶的 這個奶昔裡面 它就有含我們那個 藤黃果的萃取物 那這個過程 它的一個原理是什麼 它可以幫助我們阻斷 多餘的糖分 就是累積成脂肪的一個過程 那同時它可以幫助我們 合成我們血清素 那會減少我們的食慾 以及就是對糖分的慾望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有滿足自己的一些口感 但同時也是慢慢下降 就是你對糖的一個慾望 那其實同時裡面 又含我們所謂的一個 分離乳清蛋白 所以你有那個 乳糖不耐症的人 你也不用擔心 有很多人怕說 我喝了這種乳糖 可能會腹瀉或不舒服 那其他裡面就沒有 還有我們所謂的 對 它是我們所謂的 這三種人體的必需氨基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合成我們的肌肉量 那當我們肌肉量充足的時候 我們的 它就會提升 那裡面又有我們的 一個所謂的 中鏈脂肪酸 MCTO有這個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把那個不好的油脂 就是把它代謝掉 你可能每天一定要喝手搖飲料 或者是 你一定要喝甜飲料的人 你可以去做一個取代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 如果你有在運動的話 你就是可以就是 運動後來做一個補充 因為很多人運動後 不知道要吃什麼 那它其實算是一個 比較均衡的營養補充品 對 所以你就是運動後 你也可以做一個補充 所以這樣在整體的調控體重 那你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其實我們今天談那麼多 就是說 其實身為醫護人員很辛苦 在那種環境來講 你們看病心情不好 他們每天待在那裡 也不見得好 不能回家 所以醫者父母親 但是醫護人員之後還有 大家對醫師不禮貌 一定對護理人員不禮貌更多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 不要變成這種傲美 也希望大家 給我們這些醫護人員 深深的祝福 我們大家也好好做好防疫 不要增加他們的負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